各位同仁,我们政府的所有官员大家午安 可不可以先请这个经济部长 张部长 丁卫你好 部长你好 这个今天你在负责谈判 你的部会负责在跟纽西兰谈判 做了一个评估 请中华经济研究院做了一个评估 我想要了解 首先要了解的是 这个评估你们看过了没有 你们有没有在怎么样把这个评估 跟你们在谈判的策略上去做整合 评估的是这样子 第一个我们在谈判之前 有一个所谓在可行性评估的阶段 我们就有内部做所谓的这个影响的评估 也就是请这个智库来做的 那么谈判之后 谈判完成 因为谈判之前我们是假设了一些项目 比如说是全面都开放 或者是怎么样一个前提 我知道他们用G-Type的模型 等到谈完了之后 因为有很多修正 有很多纳入 有些没有纳入 所以又在做一个同样的单位 又用那个模型 比如说就用G-Type模型来再分析 到底影响多少 所以前后都有做这个评估 那你们在这个 跟纳西兰在谈判这件事情上面 只是在做前后中间不做任何的修正评估吗 中间当然有评估 因为我们那个是就个别项目的冲击的评估 比如说某一个项目哪一个部会 可能他会对这个项目 还要了解他们产业的可能影响 冲击 接受度 等等 那部分都随时在评估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对纳西兰的出口是多少 我们现在加起来 一个是6亿一个5亿 加起来差不多12亿 都是出口 出口应该是5点多亿吧 加起来是12亿 进口6亿 对 所以我们是纤维的逆差 纤维逆差好 那你认为这次评估结果呢 我们的GDP的这个出口 实质数可以增加6.24亿 是在6亿之上 5亿之上再加6亿吗 对 这个是在12年 你有那么乐观吗 我们的那个评估是有一个 有一个 各个scenario 各个情境 在第12年完成之后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有分成2 3 5 7 12吧 有分各种年期的这个降税 包括有些项目 是的调整 那进口 我们出口增加百分之百以上 进口呢 进口现在是进口6亿 是6亿 我们事实上就是进口 就是用6亿来算 绝大部分都是农产品 然后你这边评估说 实质进口增加6亿 这6亿主要是农产品 还是工业产品呢 进口部分其实 应该也是所谓的这个 包括 这个这个 应该是农续产品比较 农续产品 然后你这边 因为工业产品 他们那边工业产品 都是我们 没错 那如果是农续产品的话 然后对我们的农业的损害 特别是这些畜牧的 养鹿啦等等 那这有30多亿 台币 这有1亿美金 你相信吗 这数字连得起来吗 因为我们的 如果说进口增加了 农产口 几乎是以农产口进口 增加了百分之一百 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 台湾人会吃这么多的 台湾牛奶都要从纽西兰买了吗 如果说现在已经是6亿了 对 因为我们的产品不是只靠一个 纽西兰进口 我们还有其他国家的进口 我知道 所以你在做这个部分均衡分析的时候 你部分均衡分析的结果 我说是会有误 会有误差的 这个误差可以达到 以纽西兰的实体经济而言 你就变成说 它全部进口都是农产品 然后说对农产品的影响 只有几十亿台币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了 所以这个数字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用general equilibrium吗 你是部分均衡吗 你只对纽西兰这边加了一部分进去 我再请问你 你说增加就业人次 增加就业6255人次 那个次是什么意思啊 呃 人 所谓人次就是 因为有一部分是 搭高铁做一次叫人次哦 那这个跟纽西兰的贸易12年 这6255个人次 这到底这个次代表什么意思 是我去纽西兰观光一次吗 还是纽西兰人到台湾来观光一次 这个次的概念 那个时间的time span是怎么样考虑 我看不懂啊 不过没有关系啊 也可能我只能说是笔物啊 我只能说是笔物 但我不能走 不是真的看不懂这个评估 好 我想这个 这个是 只是就这个呃 你们纽西兰的问题啊 支帖问题 做了一些讨论 那现在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其实这个跟台湾整个产业 整个这个对外贸易政策哈 有很大的关系 台湾一定要开放 这个是世界的趋势 所以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不管在野党或者是执政党 大家这个都都会认同 但是为什么在野党会这么的关切 这个开放呢 甚至会提出抗议呢 比如说福茂 比如说纽西兰 你刚刚对农业的这种救助 因为过去 明显的势力 证明了政府是 是不能得到人民信任的嘛 刚刚农委会讲了 加入WTO我们花了1000亿 其实我们竟然早就超过1000 根据我随便算一下 就1060亿 结果我们的农业依然脆弱不堪 所以你在开放的过程里面 那农业就会继续受伤害 同样道理 今天你在跟国外去签订贸易协定的时候 台湾的产业必须要面对调整 必须要有救助 损害救助 从农业的这样子一个 深鲜的失败的例子在这边看待的时候 你政府到底做了什么样能够改善的措施 或者是一个机制 请问你 我还有两分钟是不是 好我想请问 就所有自由贸易协定之下 台湾的工业 因为你是负责工业的 工业或者是服务业受到影响 可能的影响 第一个 你有没有做过评估 譬如说福茂 有没有做过评估 有没有 福茂当然我们有做过评估 有做过评估 好 纽西兰 纽西兰有没有做过评估 工业这部分 也有 未来的新加坡有没有做过评估 当然有 好都有 恭喜你 请问 下面一个 你有没有做过演习 做过什么 演习 演练 因为你要考虑 整个工业 整个产业产生问题 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问题 譬如说我今天讲 假定脚踏车自行车验出现问题了 我这个状况丢给你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立刻把它 把你的机制建立起来 告诉我 你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来应付它 有没有做过演习 这个其实啊 如果说对内的话 我们有所谓的这个冲击 你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做几个scenario 我们一天都很兵推 这个就需要兵推的时候 因为产业受到的影响 你用中华经济研究院这样子做 是只是一个粗略性的 你要针对特定的产业 大家关心的产业 你立刻做演习 譬如说福茂的时候 大家担心洗衣液 洗衣液有问题了 你可不可以做一个scenario 一个状态出来 然后立刻看看政府 每一个部门可不可以动得起来 有没有 我为什么会担心这点 就像谈福茂的时候 我在公平委员会问他 什么叫做联合垄断行为 怎么样的行为是违反了公平教育法 他有没有对大陆的这个企业进来的时候 予以适当的教育 没有 政府今天没有办法运作的 老百姓对政府没有办法 没有信心的原因 就是因为 你没有秀给人民看 你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吗 开放是必然走的路 社会的调整成本 是大家来承担 政府有责任 有义务 让老百姓的成本降到最低 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吗